下巴 下巴其實重點在於氣質的改變 像說你變比較成熟 那你就需要下巴 你需要比較瘦 你也是需要下巴 那你需要改善你的嘴凸 你是需要下巴 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希望是可愛 那下巴你就要保守一點點 寧可要短一點點才會比較可愛 或是說你希望說 看起來比較親和一點點 下巴不要做太尖 當然如果你想要追求流行的話 那就看你今天當前流行什麼 你就跟著什麼也是OK 我必須想說你在做選擇的時候 你最好是跟自己原身條件 比較接近的 那達成率是最高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用比較高端的手術 像說你可能要做骨頭 你還不好做到那種程度 都有可能 以現在流行的話 當然還有注射 注射波濃酸 但是注射 對我們以外科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最麻煩的 因為它不但沒有辦法給一個 持久的效果 可能反而會干擾我們 將來如果要做手術 變成一個干擾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心想要做手術的話 那你就不要說 先用波濃酸先體驗看看 這樣其實是不好 這樣其實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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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